7月份 4月份 幼稟射馬 部分威水戰績 3、4重彩 45、8、10、11 45、8、10、11 5隻狐村 3、4重彩 12、36、9 5隻狐村 3、4重彩 第八場是8拖 5、7、10、11 3、4重彩 5、7、8、10、11 匯村 這場是9號的許進鋁做膽 3、4重彩 2號的綠色有魂 7號的樂憶善 10號的沙皇者 11號的天使怪俠 9、2、7、10、11 3、7、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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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12 10號的百貨 4、10 5、9、11 100、10 8、10、11 8、9、11 8、10、11 9、11 10、12 10、14 9、12 第2節 回到第2節 其實剛才也有很多事情未講完 包括維持平衡、維穩等事情 以前政權還需要香港人 大家一起維持平衡 做給全世界看 或者做給香港人看 香港其實很好、很穩定、有法治 不知什麼自由、金融城市、國際城市 他們需要這件事 他們維持這件事 但當發生這麼多事的時候 香港人也很努力揭穿事實 向世界揭開神秘的面穿 看到香港的真面目、中國的真面目 看到東亞發生什麼事情 已經赤裸裸地看了 底派都看了 那還裝什麼呢 現在美國和中國都兜得出面 可以說航母又扯不知哪裡 但很好笑 不要這麼說 留三分 人家日記有趣 長期跟蹤廖寧號的Twitter帳戶 又有新照片 這次也是 遼寧號的航空母艦戰鬥群 有一堆船 但是 幫他仔細小看的時候 發現裡面有一艘船 是美國人 是美國人 原來不是五星空機 這裡是遼寧號的船 有一艘美國的船 最後才有一艘中國的船 最後才有一艘中國的船 然後就跟隊 走 這個 對於 我想 中國解放軍來說 都是一個挺大的侮辱 挑戰 或者是 徹底刁人的眼睛 在軍事角度來說 我不認識太多軍事 但是對於我的常識來講 你的航空母艦 一艘航空母艦 只是一艘靶 你必須要一個戰鬥群 你要巡航艦 護衛艦 各樣東西 去配合一個戰鬥群 這樣才能打起 那你的護衛艦 就叫護衛艦 護衛艦 你不要被人過來 你要擋住 去保護那艘航空母艦 當你一艘美國軍艦 可以入隊 去中間 跟在遼寧澳後面 任射 你可以自出自入 那你的防線 你的戰鬥群 他的界線在哪裏 你有沒有組織 有沒有協調 有沒有防守 如果這個實戰是怎樣 你說這也不能真的打 其實很多事情 都是日子有功的 看你平時的 都看習慣的 你說 你平時沒有壓力底下 做得更好 還是考試又緊張 壓力 各樣不穩定因素的時候 你會變得更好 現在你已經在航行 已經不是戰鬥的狀態 是沒有人騷擾你 理論上 你應該可以很自如去執行你的任務 做你的事 沒有人去干擾你 你應該做得很好的 是吧 現在世界無人插船進來 你擋也擋不了 連在一個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一個平時的情況下 你都可以做不到 那不用指望 你在一個危急關頭 你又拿出什麼 出來給我們看 是吧 我覺得這些 已經 反映了很多事情 在這個Twitter帳戶 跟蹤遼寧號 這個Twitter帳戶 其實是反映了很多很多 也都是 直接 直接反映了 國家的 軍事實力 嗯 就好像那時候日清戰爭 那樣 大家都搞一些 維新 明治維新 白日維新 這些 就是大家去 中國就是自強運動 楊武運動 楊武運動 就是學西方的船堅炮利 那樣子 學得很足 但是當日本人 去視察的時候 他見到 日本 中國的 不是中國 滿清 滿清的 戰艦 軍艦 那些大砲 都拿來浪衫 看到那些人 完全沒有紀律 沒有規矩 很輕鬆 很輕鬆 他們回去 探子回報 我們贏得硬 是贏得硬 很困難 其實這些細節 平時的操練 平時的習慣 的紀律 就徹底 直接 反映了 軍隊的實力 嗯 就這樣 不要說太多了 先說回 一百毛 先說 說了 一百毛 因為東方星這個事件 有人拿出來說 想起一百毛 因為他上了市 但好像很久沒見過他的事 一百毛 你記不記得Jaw出來炒 有幾位控洞 是啊 很厲害 2018年 我記得 我記得當時他們搞了一個 show 好像 應該是九剪 還是不知道 是幾成功 他第一次搞 但第二次已經失敗 我記得是 真的失敗 那 後來 一百毛 都好像越來越 慢慢衰落 那些人就說 會不會是因為他上了市 那些版權 各人東西 要拿得很正 很多限制 可能是 那 而一個創作的公司 創作的媒體 上了市 應該限制多了 會令到他創作 會不會那麼好 我想這個都幾正路 但是作為那個 有股票的人 其實他最想一件事 就是 套賢 錢 對 套賢 簡單來說 買股票是甚麼 錢 沒有同學說其他人 錢 買股票是錢 就算了 然後也有人說 一百毛 就是靠諷刺TVB 其實一百毛 他本來是用來追著TVB 來玩的 就是他在抄TVB 東方星這個名字 本來是TVB 就是方通星 對 就是有記者 就是他追著他 就是TVB 倒下的時候 似乎一百毛都倒下 好像跟著下 他可能就是會反 會不會是 就是會反對一些東西 不會建立一些東西 會不會是這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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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見證了一個 故事 就是一個傳奇 可不可以這樣說 也算是傳奇的 就是 在前幾年的時候 就是 實體的報紙 刊文 就是理論上 應該是適微的 但是 竟然 有個媒體 是用實體的雜誌來起家 就是突然打開了 一百毛 竟然剛才帶回到網絡 然後在網絡做大 然後再上市 其實也是一個傳奇 也是一個挺厲害的故事 但是 很快我們見證到他的衰落 那為什麼 就是那些人又會 就是會拿出來說 因為呢 有VTV的存在 就是 因為一個新興起的 就是電視台 你當作是媒體也好 裡面就是很多年輕人 全部 因為我們的年紀 甚至乎粗口難舌 就是當時沒有很多粗口 但是說一些話 根本就是我們語言 平時我們說話 即使做真人秀 做什麼都好像平時 即是舊貼地 那樣東西 還有他們 有很多創作 而他們都堅持 裡面有很多人 ViuTV 不是ViuTV 其實他們凝聚了一班 我自己覺得 凝聚了一班 想留在香港 堅持努力的藝人 包括歌聲 影聲 總之是演藝事業的那些創作 甚至乎 他們不是ViuTV的員工 不是學藝 但是他們都會去參與 這件事 你感覺到它是一個圈子 一個生態圈 你感覺到成舊的東西 然後下面有些觀眾 也是一些 叫做 留在香港的觀眾 沒有打算離開 我們真的留在這裡 在這裡生活 繼續在這個環境裡生活 繼續看電視台 去支持香港的樂壇 支持香港的影視 現例 大家都有這樣的理想 即是姜濤都在說 我們香港歌手 將來會再次成為亞洲第一 那些人都有反應 香港樂壇還沒有死 香港電影還沒有死 國波香港人死了 即是想到這裡的時候 我看到真的有起色 即是感動 你看到蕭若元 什麼鬼 即是電論 香港樂壇 香港電影影而死 那些 即是說了很多年 你一看到 即是死意沉沉 電視也沒有好看 電視也沒有好看 歌也沒有好聽 明星也沒有好看 什麼都沒有 現在你突然看到 它好像 文芽爆發 終於 你看到它 一個小宇宙大爆發 看到一個新氣象 這一下是感動的 開心的 即是覺得 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們又有回 一些香港的年輕人 年輕人 香港的演員 一些香港人 去做一些漁學給你看 這件事是開心的 即是 你明白 即是一個 你自己香港人的一生太圈 我們自給自足 其實是這件事 他們都 即是 裡面我講了 亦都在講香港人 養不養得起 香港的樂壇 養不養 香港的演藝事業 演藝圈 這樣 是的 養不養得起 似乎又好像養得起 即現在這樣 你講養得起 你以甚麼標準 例如說天皇巨星 張岳友 劉德華 未必養得起 但如果你不是收獲價 當然養得起 你講過 譬如拍到片 只給明星的片 已經去到二千萬 那怎樣拍 你會說 我不是 我收順一點 我收十匹的東西 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記不記得 廖啟子也拍了十年 我不相信他會拿一個很貴的價錢 這個很根據 大家對不對這個地方是一個歸屬 最重要的是這一點 是的 其實 在這個時刻 我覺得是特別的 為甚麼值得說 為甚麼ViuTV這件事會有感覺 不是因為我很喜歡看電視 當然我小時候都是 小朋友當然喜歡看電視 一放學五點的卡通片 之前沒有甚麼可以做 有時會把閃電傳送機 430 甚麼小宇宙等 一路看下去 中間有一段很無聊 有個中心常報 有甚麼鏗槍插 有甚麼舊劍 很悶 很無聊 那時刻你就可以去洗澡 準備這些東西 弄完了 就準備吃飯 就可以開了一個鍋 小時候是這樣的 其實我不是說 大過了就沒甚麼好看 你也對香港的樂壇 不是特別有情節 因為我不是一個音樂人 大家看到我毫無藝術氣息 就不用包我 我對這方面也不是很有抱負 但是 當你見到香港人真的要死了 我已經說到 你真是鬼魔亂舞 香港人真是大量臨頭 要死了 大家都有很多人離開 今天星期他又離開 香港我不留了 我已經離開了 那一刻 他整個屋簽滿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那些徽春 那些黃絲帶的東西 然後他說 香港不留了 我已經離開了 說得很輕鬆 大不女 香港這樣的地方 我不能留了 他只是嫌棄 聽得出他是 不要入霸 香港 心底的一句是這樣 香港搞到這樣 你以為我想嗎 你以為他想嗎 你以為香港想這樣 你以為香港人想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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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你信了共產黨 就會有今天 但是 都未至於說 你要嫌棄他 這個地方都叫他 引辱了你出來 引辱了人出來 你都在這裏生活 你都在這裏有很多 快樂不快樂的回憶 很多很深刻 如果沒有這個地方 就不會有你的 你不會有現在這樣的性格 你不會有這樣的經歷 又不會有這樣的思想 所以 不要對自己的 Mardelaine 這麼歧視 這麼厭氣 你說 迫於無奈走 很慘 我的體諒 當然明白 所以我覺得 香港減少了 我就走 竟然同一時間 有班人很年輕 全部都是二十多歲 最大好像三十多歲 當然有些大一點 但普遍主力 都是走不出25至30 這個平均數 我相信 有些再小一點 有些是9900 很誇張 和我差十年 這班人 他們是 立志在發志煙禮事 有個女歌手 拿了ViuTV的 Chill Club 銀獎 女歌手銀獎 對比以前的 刺測 也挺厲害 那班女歌手 拿了個銀獎 女歌手 那個以前是我中學同學 加入拍攝 同級 真的認識的 我記得 那時候也有跟他 說一下 大家認識的 但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聯絡 後來 我想他在電視上 看見我 嘩 搞什麼 我看見他 嘩 你搞什麼 你不知道我女歌手是誰 那個女歌手是誰 那個女歌手叫Serrini 很誇張 難死你 他 嘩 這個同學 他不怕 他比較肥 打扮給我浮誇誇張 走一個很激進的路線 激進女性的路線 選擇 不漂亮 但他很自盡 做很多歌 很貼近我們這一輩 這一代的歌 真的是我們這一輩 不是那些四十多歲 寫給我們這一輩 我們這一代的人 就是我們自己的人 還有一些很特別的曲風 不是以前那些 就是很小眾 那些什麼 但是很受歡迎 就是 我看到 嘩 我們終於成為主流了 就是 你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嘩 現在電視是我們這些 那些 我唱歌 我 就是我的中學同學 政治上的 不說 你看到很久走 你看到 新一代的香港人 成型 你看到新一代的香港人 是怎樣的樣子 就是 有個性格在那裡 新一代的香港人 你感覺到 跟以前的香港人 是有點不同 是吧 他們都是香港人 他們的價值觀 他們的思想 作風 好像都幾不同 但是在這個時刻 就是香港 在這個 傾覆滅亡之際 就覺得 嘩 你覺得是怎樣的 就是 在這樣的時刻 然後那些人 又很努力去生活 很開心 建立事業 就是 就是 有一點悲哀 但是悲哀得來 都很 悲壯 每個大時代都是這樣的 而我覺得 這些困境艱難 他之前也說過 是刺激了藝術的 就是 我覺得 藝術在 苦難當中 才能夠去 徹底的發揮 去綻綻 太平城勢 沒有好的 不會有好的藝術作品 就是 你看以前的 西方的宗教改革 文藝復興 是在一起的 就是 那個時代的變革 嗯 科技 藝術 是一起行的 就是 那時候有印刷術 然後就開始 印到周圍的書 聖經 派佳 當然還有畫像 文藝復興 所以他們有很多畫作 全部都是 宗教意味 宗教意象 宗教理念 就是靠這些 藝術 科技 全部 促成了一個時代的變革 其實 你看看香港現在也是 互聯網時代 你有沒有見過 就是 人類歷史是不能用 實體貨幣的 就是你不能拿著 一張紙 或者銀票 或者一筒錢 石仔背殼都好 又最原始那一刻 以物易物 背殼 錢 去到現在 網絡時代 去到現在 網絡時代 不知道這個後世 叫什麼時代 如果還有地球 還有人類文明 不知道這叫什麼 但是我覺得 我們處於一個 變化幾急劇的 激烈的一個時代 稍一筆腎就會失敗 就 永不翻身 或者你會跟不上潮流 你會變得很煩 因為就是 現在這個網絡時代 你可以馬上跟美國的人 去聯絡 聊天 看到他的樣子 是realtime live 這樣說話 然後你可以不用用銀紙 錢幣銀幣 這是什麼年代 是不是 現在科技 我講的其實 香港在這個科技背景 又有這樣的苦難 然後又有這樣的藝術 就是藝術方面 科技方面 大使用背景 在這個苦難 就會促成了 大家怎樣去運用科技 怎樣去運用藝術 可能你不能說話 有些話說了 你違反了教條 你可能會被人這個詩 畫畫 作師 床頭師 用一些藝術 用一些方法 去包裝和演繹 在一個嚴苛的環境下 去生存 簡單來說 很嚴苛 然後你會跟一個嚴苛的環境 去改變 不調節 出來的結果 通常都可以 你看到大自然 就是煤花 冰天雪地 就是嚴苛的環境下 它就開花了 它就可以開得很漂亮的花 你是要有些嚴苛的環境的時候 你促使了我們人類 或者生物 或者大自然 它可以因為你的限制 這個環境 它又可以有些變咒走出來 因為它的生命力 我們身心不適 我們不會因為你變了一個環境 封了一條路 我們就死了 那就繞路 轉 然後出現了不同的形態 大家會有不同的事情 像藝術一樣 或者文字 你在文字獄的環境下 大家是不是要動一下腦筋 你又不想留在這裡 又不想繼續下去 那就用一些方法去演繹 去表達 我覺得 因為這樣 而促成了 大家去運用科技 就是Telegram 上網 大家都很傻 運用科技 運用藝術 而 在環境下 大家的藝術 和科技運用得更厲害的時候 也帶來了變革 似乎是一個 互相的循環 互相的反饋 對 好像說得很虛無飄搖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不聽 不過我講得很開心 聽一聽就明白 有料 聽一聽就明白 不要緊 努力一點 下年再聽就明白 不過你講一件事 我想用一個國際角度來講 比如說你講香港 你想想緬甸的怎樣 緬甸簡直是 處於一個戰爭狀態 那就是 黑輪族被兇襲 還被兇襲 兇襲 不再是催淚彈 那些是很低層次的 也不是說AK 不是說機關槍 那些什麼 現在是兇襲 是用戰機 兇襲機 用一個這樣 不是打仗是沒有人的 還不是屠殺人物 還不是生人的屠炭 你看到那裡 又不同香港 已經處於一個混沌的谷底深淵 香港現在還未死 是準備死那一刻 鐵達利就是沉那一刻 大家會做什麼呢 但是你計算一下時間 我們那個情況 由2019年年中間到現在 是 免練多久 幾個月 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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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兩個月之前 即今年二月 二月之前 在陽光 你看到那些人通街 賣東西 很開心 那些人打算回去投資 兩個月之後 變成這樣 還賣 世事難 不過不是的 我想 都可以織合 其實 人們知道 那些地方的問題 織合織合 才會搞到今次今天一爆 就爆到這麼一發 就幫我收拾 嗯 演練那些是慘的 就是這個戰爭狀態 都不知道怎麼樣 但是 這個是他們的命運 就是這個是他們的歷史 就是他們的命運軌跡 我們香港是不同的 就是香港 就不會去到這種什麼空襲 打仗 我們不是打這種的戰爭 我們打這些可能是 無聲的戰爭 或者是 就是 很多樣東西 就是香港比較特別一些 複雜一些 不是 就是 硬橋硬碼 就能夠解決的一個地方 嗯 就是 所以 現在還有幾分鐘就是 就是 究竟香港人的生命是怎樣的 那個環境這麼嚴苛 是不是就會死掉了呢 不會的 不會的 有些人一定會適應到的 是的 但是當一個生命 那些生命 在嚴苛環境 不死的時候 他們會進化 是不是 會綻放 進步 就是其實 墨敬天責 適者生存 你能夠在香港這個地方生存下去的人 或者你就是強者 不要說到移民是很厲害還是怎樣 我覺得最厲害是你真的留在香港 就是你打算在香港到落地生根 在這裏發展 就真的厲害了 好 然後 你還要能夠 真的在這裏生存到 更厲害了 是不是 你覺得 在香港這個環境生存得到 更厲害了 還是在英美澳家的生存力更厲害 好像你自己對自己的要求是甚麼 譬如說 我要做一個很普通的人 有甚麼事我不出聲 我只是覺得我有飯吃 我有屋住 任何地方都不難 但如果你說 我要在那個地方 要有一些承擔 要有一些成就 要影響到其他人 那這個任何地方都難 任何地方都難 我覺得 即是香港的生存 難免是要被這個屈塞 受很多的屈辱 我又不覺得是放棄了原則 我又不覺得是失去了自我 是不同的 即是 你不是為了錢 你不是為了明星 然後去悲公Whatsapp 你身邊是為了一些東西 即是這件事情 我想不需要說出來 你自己身邊有 即是為何你會留在香港 你問香港到最底的那句 為何要留在香港 你講這個問題 譬如是我們幾代人 現在要面對一個所謂存在的問題 即是存在的問題 就是 你以前不會想這些東西 你以前說 我會在那裡不在那裡 我不在那裡不在那裡 我不在那裡 你現在去到一個實際層面 就是你留在那裡 你會面對什麼風險 我終於想到應該怎麼說 即是不是說你留在那裡 我覺得做一個信民是OK的 即不是這個角度 要不就是我做一個信民做港豬 給我飯吃 就行了 如果我要這樣 我應該去美國 加拿大 澳洲 去那些地方 你就真的做港豬 你可以不讓你進去 安居浪業 要安享晚年 還可以 現在不是 有些人是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得來 其實很多人要走 都真的走得到 即是你真的要走 真的要走就走得到 即是走得到 即是現在很多國家 很多地方 我們都不試行說 入境那個 不出入境那個 現在很多國家 他們是優待 你不要說他拿到什麼證 什麼意思 他就讓你留在那裡 即是你再走得到 但是 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是選擇留在那裡 而選擇留在那裡 是否就是說 我選擇 做港豬信民 這麼簡單 你選擇了 你一個有意識的選擇 已經不是豬 我覺得已經變態不同了 豬是會被動接受 選擇留在那裡 已經是另一種意義 對 今時今日留在香港 是另外 更加深的意義 大家心裡有數 好 自己想想 各位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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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